中共祸害中国和世界一百年 隶属中共一百大罪状 适逢中共一百年明诞 聊作送中之终生 中共之罪状庆竹难书 本文所列不及万一 唯愿中共早下地狱 环世界朗朗乾坤 第五十六罪造神运动 1964年10月2日 周恩来亲自领导创作的大型舞蹈史诗 《东方红》在北京首演 开启了中共系统性造神和伪造历史的先河 第五十七罪仇恨教育 1965年中共伪造地主刘文才的尼塑收租院 从此中共伪造了黄世仁、周八皮、南霸天、刘文才四大恶霸 对民众进行仇恨教育 第五十八罪 支持印尼共党 1965年中共支持的印尼共产党在印尼进行颠覆活动 印尼军人苏哈托将军发动军事政变 推翻亲共政权 随意清洗印尼共产党 导致生活在印尼的华人受牵连 五十万华人遭到屠杀 第五十九罪 文革动乱 1966年5月16日 毛泽东发动持续了十年的文革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深刻的一次社会动荡 史称十年动乱 中国的文化、道德、理论、人心遭到毁灭性破坏 中共的极权专制达到了人类历史的顶点 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文革虽然始于中共内斗 但是几乎波及全体国民 官方统计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两千万人 第六十罪 捣毁孔庙 1966年11月 北师大红卫兵领袖谭厚兰 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 率领两百多红卫兵到山东屈服孔庙 捣毁孔子墓碑等一千余座史代石碑 捣毁孔庙 破坏孔府孔陵 刨平孔坟 动用炸药挖开第76代衍生工孔命仪的坟墓 进行曝师评判 还逼孔学专家周宇童教授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 全国各地文物古迹遭受毁灭性打击